永世射太阳 古时候天上没有星星和月亮 只有一个金太阳 人们白天工作晚上休息 日子过得很快乐 有一天天空突然出现了一个银太阳 每天金太阳下山以后 银太阳就升上来 大地从此没有夜晚 田地被晒得越来越干 人们决定派三位聪明的勇士去射太阳 他们每天赶路不敢多休息 只想赶快找到太阳的家 走了好多年 有一天他们经过一座山 听到阵阵打呼声 原来这就是银太阳的家 银太阳睡得正田呢 勇士们赶紧抓住机会 拉满了弓 全力射出 咻的一声 有一箭射中了 只见银色的血飞散到天上 变成闪亮的星星 受伤的银太阳光芒越来越弱 变成了月亮 只敢在晚上偷偷地跑出来 从此 人们白天工作 有太阳陪着 晚上休息 抬头就可以看到月亮和星星 因为银太阳和金太阳 轮流守护着人们 所以 这个故事也就一代代流传下来